9月9号 外交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北京联合举办线上新闻发布会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英国人权律师 国际仲裁员格雷厄姆·佩里等人参会 针对境外反华势力策划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进行批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表示 这个所谓的法庭就是为了抹黑新疆形象干涉中国内政 只能是一场令人耻笑的闹剧 徐贵向介绍 所谓的法庭根本不是司法机构 听证会也不是什么司法程序 该法庭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刑事司法惯例 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 也根本无权搞什么听证会 从设立的目的看 该法庭就是为了抹黑新疆形象 插手新疆事物 干涉中国内政 完全是美西方反话势力大搞政治操控的棋子 大量的事实证明 这个所谓的法庭根本不是司法机构 听证会也不是什么司法程序 而是极其虚伪 荒诞 可笑的野组织 徐贵向表示 所谓的听证活动 炮制了大量抹黑新疆的谣言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听证活动 没有任何可信度而言 只能是一场闹剧 他们所笼络的无非是一些别有用心 道貌岸然的假学者 他们中很多人既没有来过新疆 也不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 仅凭着道听途说 凭空想象 徐贵向说 维吾尔特别法庭所谓的证人们 对新疆稳定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 对新疆铲除暴恐活动的生存土壤 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宗教领域和睦和顺 各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各族群众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等这些事实 也极力避讳 没有丝毫的正义性 试问 维吾尔特别法庭所谓的证人们 你们敢面对新疆的真相吗 你们能经得起良心的谴责吗 你们能回答这样的灵魂质问吗 必须指出 历史是最重要的审判官 事实是最有利的证据 真正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 是那些戕害无辜 祸乱新疆 作恶多端的邪恶势力 郑泽光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佩里等 做了发言 对所谓 维吾尔特别法庭的本质进行披露 这所谓的审判官 这传维吾尔特别人 这传维吾尔特别人 对中国人和英国人和英国人 都只能做 人es like myself who reject the genocide allegation need to be on the front foot and confront the allegation and expose for its fiction for that is what it is fiction make believe and lies 当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方面专家学者 以及群众代表介绍新疆相关方面情况 针对大规模拘押 压制宗教自由 强迫劳动 性侵虐待 种族灭绝等反华分子抛出的28个伪证 用铁一般的事实进行批驳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天空新闻台 路透社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心社等在内的21家中外媒体参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